不过现在看到整个台风归宿前进影响的时间可能又会拉长 台东市区的民众趁着风雨的空档来买菜备货 到底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林炫钧 炫钧 好 几位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这边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现场是下起了间歇性的雨势 因为这山头的台风虽然暴风轩还没出入 不过整个市区是有刮起阵风跟下降雨的状况 可以看到其实旁边的菜市场是有不少婆婆妈妈趁这个时间赶快出来买菜 因为山头的台风今天晚上就会对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造成影响 婆婆妈妈也趁这段期间台风暴风轩还没出入的时候赶快来买买菜 我们刚刚也有访问到部分民众说夜菜类是有上涨的状况 来听听稍早访问 高利菜从50上到79块 一斤79块 原本多少钱 50 本来红苔就会炒菜就会比较贵 红苔就会比较贵 红苔就没什么菜 菜还比较贵 这是正常的 不少民众是趁这段期间风雨还没正式来的时候 赶快来买菜 就怕台风天进到台东市区 或恒春半岛的时候 这摊贩都没有开了 其实不只买菜卖菜的摊商 其实里面卖肉跟卖鱼的生意也相当的好 就是想要趁这一波时间 赶快把应该台风采买的物资 统统给采买好 那以上也是我们在台东市区 掌握到今天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宝内直播 热热血棒球魂 十二场争霸看东森